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 在非洲終於遇上阻力和反抗 坦桑尼亞總統馬古庫里宣布 要將一帶一路的協議正式廢除 到底因什麼解救這位總統會撥然大腦呢? 我們看看當地的情況 中國原先打算向坦桑尼亞提供100億美元貸款 以換取在當地的武貝尼加河下游那樹 修建一個大型港口 坦桑尼亞前總統基芬特 一早已經和中國簽署好協議 交換條件就是要讓中國獲得99年的港口租任權 而且在這個租約期間 當地政府無權對中國提出任何意見 一聽就已經知道是不平等條約 所以當時有一些反對派系和公民組織 將交易稱之為殺手級的中國貸款 並且要求時任總統基芬特取消這個協議 警告簽署這個協議會帶來可怕的後果 但時任總統基芬特莫視所有警告 並且和中國簽署了協議 其實當地政府應該對這位前總統 作出一個徹底的調查才是 因為巴拿馬前總統正正被揭發 原來他收受了利益 然後才與台灣斷交 改為與中國建交 而且還有 就是馬爾代夫的前總統 又是收受了利益 所以才簽署了一帶一路的協議 後來去到一百年下 當地政權變天以後 就被人翻查了這些舊帳 至於這位坦桑尼亞前總統基芬特 在明知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情況下 仍然是簽署相關協議 到底他背後又有什麼因素 來驅使他這樣做呢 是否應該要作出一個徹底的調查才是 沒有理由不明不白的冤枉 好了 坦桑尼亞現任總統馬古庫利上任之後 馬上與中國重啟談判 希望將港口的租任時間 從99年降到33年 馬古庫利說 中國這個貸款協議當中的條款 只有醉酒老才會接受 所以坦桑尼亞政府已經表明 中國必須經過許可 才能夠在港口展開相關的業務 這位馬古庫利總統 已經設置了一個談判期限給中國 不過中國沒有在這個期限當中展開任何對話 故此他宣布 中國在坦桑尼亞的一帶一路協議 已經宣告被廢除 這個總統當然也算是有點吉士 租了一個港口給你 就不代表你可以在當地進行業務 故此你需要過來談判 不過中國就不騷擾他 到底這個港口最終會不會變成一個廢港 你中國就懂得趁著疫情 向台灣展示軍力 或者香港那處的牙文牙武 非洲一樣懂得照版煮碗 有樣學樣 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 其實就是現代版的經濟殖民 透過向這些阿非拉的貧窮國家提供貸款 又說幫忙他們在當地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 然後使他們一個二個落搭以後 泥足深陷 債台高足 於是沒有辦法向中國還債 到時中國便可以向這些無法償還債務的國家施意控制 其實你整個運作模式就是這樣 只不過也不是那麼順利 比如說在馬爾代夫那樣 人家的政權在一百年變天以後 竟然間又推出一帶一路 還要轉頭賣去重新加入英聯邦 而且政府就由親中變成親印度 所以不是那麼成功 主要的關鍵就是在於 雖然這些國家都是貧窮 但它仍然還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於是前總統簽署一些協議 是有選國家利益 有選國家主權也好 那些國民就可以通過選舉攀走它 有一個新的政府上台以後 根本上可以對於前朝的事情 全部都不認賬 不要說馬爾代夫 你只是說大馬 舊有那個納吉 他簽署了協議 說要在大馬起高鐵 找中國過來幫忙 然後輪到馬哈提爾 他馬上就取消了這個計劃 怎麼會諾答呢 是不是傻的呢 另外不要說大馬 肯亞也是一樣 肯亞方面是怎樣呢 在2014年的時候 就跟中國簽署一個鐵路的合約 原來那些全部都是霸王條款 就說 若然肯亞違約的話 就會面臨著資產遭到沒收 會危及到主權 因為鐵路是掌握了整個國家的交通和經濟命脈 如果有任何爭議發生的話 就必須去到中國進行司法仲裁 而且中國還要求肯亞 必須在鐵路建設和運營當中 要全部使用中國的貨物、技術和服務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非常霸王的條款 全部都是辣招 但是當時又不知為何 盲中中就是簽署了這些協議 還有的就是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因為無法償還中國的債務 就將南部的深水港漢班托塔租借給中國 為期九十九年 但是當新政府上任以後 馬上就以國家利益作為原因 希望將這個租借港口撤銷它 所以大家就看到 就算這些國家是貧窮也好 起碼它還有一個民主制度作為一個後盾 前朝有什麼干犯了嚴重錯誤 起碼新的政府是可以嘗試撥亂反正 縱然它可能用盡九牛二虎之力 都未必達到它的效果也好 它起碼肯去做肯去改善 怎樣都好過沒有民主搞一人獨裁 那些領導人將整個國家的利益出賣了 都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出得到聲 何況這些一帶一路國家 尤其是那些債台高速的國家 其實對於中國 被西方文明國家追責和索賠 都是樂見其成的 為什麼呢 一旦這些西方國家成功索賠的話 到底中國肯不肯去賠款 這個就是問題的關鍵 若然到其時中國想著是拉貓的 賴皮的 想著不給錢的 這些非洲國家就可以有樣學樣了 現在人們叫救命 可不可以減輕或者減免的債務呢 中國當然是理你了 它搞一帶一路無非 就是想令你欠債 這麼難得你欠債累累 竟然說想免債 你都在做夢 所以當西方國家想著要索賠的時候 這些一帶一路國家 其實也是金睜火眼盯到實 它就看中國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你可以不賠款 人家一樣可以不還錢 到底美國的索賠情況又如何呢 昨天我們說了 密蘇里州已經入稟了美國聯邦法院 控訴中國政府 到今天 密西西比州也是效法密蘇里州的處理辦法 由共和黨籍檢察總長費奇 就是入稟聯邦法院控訴中國 他的聲明說 由於中國政府是惡意隱瞞疫情 令很多人遭受痛苦 他準備向中國提出訴訟 因為密西西比州的民眾 應該得到正義 他會在法庭上尋求 中國隱瞞病毒的危險 對全球非常不公平 同時又壓榨記者 醫生 吹哨人 和其他人的聲音 使得幾百萬人暴露在病毒的威脅中 令到全世界都沒有做好預備 因此 中國是必須 為他們所造成的損害負責 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林耿爽已經說過了 就說這些索賠其實是惡意藍數 有為基本法理 他說 中國各地政府在防控方面 所採取的主權行為 按國際法上的主權平等原則 是不受美國法院的管轄 所以主權豁免就很重要 因為其實現在有些參議員和眾議員 例如Joss Hawley和Chris Smith等等 就在分別參眾兩院各自提出一些法案 這些法案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剝奪中國 和任何故意誤導世衛組織的國家的主權豁免權 一旦剝奪了主權豁免權以後 其實就使得美國公民 可以在美國法院裏 對中國政府 或者是故意誤導世衛組織的政府 提出一個訴訟 其實現在密蘇里州或者密西西比州 對中國提出控訴 其實都暫時未有效 起碼要等到參眾兩院都分別通過相關法案 才能生效到 好了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